美国零售商估计差不多占美国人口70%的近1亿6400万美国人将在感恩节后这个周末购物 追踪世界各地假日商机的全国今日网NationalToday.com表示 2017年的黑色星期五有可能是迄今获利最大的一次 今年的黑五将是史上销售量最大的一次 美国最大的零售业机构美国零售联合会表示 从现在开始到12月平均每个美国人将花费967美元 这将是自从该会15年前开始进行的此项调查以来最高的数字 现在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点工资每年都在缓慢增长 因此在当下相比经济衰退期间我们看到消费者的情况要好很多 他们愿意在节日期间花更多的钱 零售商们计划借假日的东风延长营业时间推出大幅优惠 但是业内人士表示最佳的营销手段是所谓的亏本出售 以吸引顾客来到商店 大体上是为了公关提供的商品很有限 如果你坐在电脑前准备抢先下单 或是早早的去商店排队 你可以拿到那些优惠 但是这种手段很多只是为了驱动消费者兴趣的公关噱头 店家甩卖降价幅度最大的通常是高需求的电子产品 很多人都在网上购物 目前美国的在线销售迅速攀升 分析人士表示 移动和在线销售可能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诸如沃尔玛 塔吉特等一些主要零售商正在数字平台方面投入巨资 确保他们跟上消费者的潮流 美国消费者预计美国人今年的假日季节消费会高达6800亿美元 零售商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些天里赚到其中的大部分 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